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哈喽 大家好 欢迎收看我们City Sounds Piano Center 特别为大家录制的《钢琴小知识》节目 我们将透过视频教导大家认识如何保养、保护、使用钢琴 以及解答一些对钢琴的迷思 我也将介绍我们在整修钢琴的过程 希望帮助大家在日后使用或者选购钢琴方面有所认识及参考 今天我将让大家认识如何保养钢琴的外表 一般上我们买到的钢琴跟这一款类似黑色的亮面的 所以保养它其实方法非常非常简单 其实我们只需要两样东西 第一,柔软的Cotton Pool或者是Multi Fiber Pool就可以 再加上车的蜡 一般上我们有一个误区或迷思 就会问,钢琴是木制作的吗?是加丝的抛光蜡 而不是用在车的抛光蜡 其实内行人都会知道 钢琴的表层跟车的漆的表层相似度非常非常接近 其实我们用车的抛光蜡才是正确的方法 那我们要如何使用这个抛光蜡? 是不是只有水壮的才能够? 其实呢,都可以 快壮的,水壮的都能够用 方法都一样 是不是导得越多越好呢? 不是的,其实是越少越好 为什么呢?因为钢琴的表层已经很光亮了 所以在使用的时候呢 在保养方面的时候呢 不用很多步骤 我们仔细将车的蜡 涂在雾际上 或者我们认为有灰尘的地方 我们轻轻一抹就可以了 反而你倒的越多 你要必须把那个蜡抹掉更难处理 那多主要抹一次呢? 其实我会建议两个礼拜卖一次 平时的时候呢 我们继续将布稍微 把灰尘扫一下就能了 为什么呢? 因为钢琴表层有车的蜡 因此灰尘不容易 黏在钢琴的表层 接下来我将示范 那很久没有保养外表的那些钢琴 要如何让它恢复之前的光泽 这时候我将示范 用车的蜡如何 让这个已经很久没有保养的 钢琴表层呢? 恢复光泽 那已经刮伤的呢? 车的蜡是没有办法 让它能够恢复 那它只能够让已经黯淡的表层呢? 恢复光亮的表面 因为很久没有保养 所以在步骤的处理上会比较久一些 所以因此呢 我会建议呢 不要等到钢琴太久没有保养表层才来处理 那你会耗的时间呢 反而更多 所以我们将布 处理的把这些污垢 擦掉 那我们有没有看到这个风扇 在这里是很亮的 然后在这里是很暗的 很萌的 我们再看一次这个风扇 那我们现在再看一次 这边 没有打亮的 今天的钢琴小知识 你们学会了吗? 希望对你们有帮助 那下一期我将让大家认识 如何保养钢琴的键盘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视频 欢迎你按赞 like 或分享 share 如果你有关钢琴的难题 或疑问 你也可以whatsapp给我 我将尽力透过视频 讲解给大家明白 这一期就到这 下一期我们再见 拜拜